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 宇求密碼 影片開始之前我先問你一下 你們在店裡面有沒有常常遇到那種 非常NG行為的客人 我們之前有拍過嘛 我們之前去W Studio拍過嘛對不對 你記得吧 那部片放在那邊給大家看一下 那部片我覺得蠻好笑的 那定格系的 常遇到是那種套交情的吧 套交情 要跟你殺價的 咖啡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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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喔 對啊 殺價人家殺什麼價人家不用吃穿喔 再來第二種呢 客人一進來就說要穿32磅D66的 你在講我嗎 造反了造反了 好啦 穿D66的人應該蠻多的啦 上次那部影片超多人在下面留言 是是是是是是 是怎樣 跟我屁事 OK 都是你的問題 再來第三種呢 第三種的話就是那種 握把布用了比較久 然後來穿線然後又沒有要更換 味道會蠻重 蠻上討 味道折一下就上來啦 乾淨又衛生 是在那種嗎 你可以拿另外一邊 不想拿這邊 更超噁欸 他有遇過那種 毛巾我把布是濕的 又直接拿過來 味道折一下就上來啦 乾淨又衛生 好啦 那進入我們今天的話題 拿那麼近還是有點味道 哈哈哈哈 反正今天新的一集就是我們 要不要系列的新的一集 就是要不要換握把布 好回顧之前的影片呢 其實呢在握把布的方面呢 我們其實有教過蠻多種握把布綁法 陳教練有教過握把布怎麼綁 那我也有教過我自己的握把布怎麼綁 那握把布的主要功能呢 就在於說 OK他是用來吸汗指滑 然後讓你的手會比較 手部比較舒適一點的功用啦 OK 那不一樣的材質也有不一樣的效果 跟不一樣的功能 那這個我們也有拍一集 就是那時候我們鋸很多隻球拍的拿著 那時候我們去拿 拿SAN打成 把那每隻握把都斷掉 鋸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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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掉起來對不對 很多隻嘛 一排嘛 然後很多不一樣的握把布 我們去買 買了之後呢 都藏在那個不能打出來的握把上面 OK 那一集你可以帶下去 可以去回顧一下 好吧 順便衝衝以前影片的流量 好那什麼時候該換握把布呢 那你又該選擇什麼樣的握把布呢 這邊呢我就粗略帶過 詳細的握把布 你還是要去那一集看一下 OK 那很簡單 我們就分成 會流手汗的人 跟不會流手汗的人 對吧 那會流手汗的人呢 我們一律建議 他就是要用毛巾布 就像比較會流汗的人 他一定要帶毛巾去擦汗 一樣的道理 OK 那比較不會流手汗的人呢 就可以用這種 塑膠握把布 我們都說這叫什麼 PU握把布吧 塑膠皮 我們都說 塑膠皮 這叫做 人間的 對 毛的 用毛的還是塑膠的 好那種類選擇上面呢 的確是毛巾的選擇會比較少一點 毛巾就只有這種選擇而已 還有另外一種啦 我知道 阿神那個很難用那一種 你記住那一種 他是那種 有用編織的方法 然後那個 那個蓬蓬的那個握角 握角有點像龍骨的那一種 那個濕的那個濕掉之後整個可以這樣捏甜捏甜 超噁心的 啊我還是摸大人 好噁喔 對就是那種感覺 好反正就是 毛巾的感覺就是他選擇種類比較少一點點 那 在PU上面的話呢 他就選擇上非常多種啊 有薄的 有厚的 有龍骨的 對吧 還有什麼 很多很多 有那個打動的 有編織的 什麼一大堆有了沒有了 所以PU的握把布的變化會比較多 還有那種磨砂的你知道嗎 就他買來就是粉粉的 那算是乾式的 對乾式的 然後有那種很黏的 還有那種很不黏的 都會有這種 很多種選擇 毛巾我記得有分長矛跟短矛而已啊 我記得有人分長矛跟矛矛 啊我跟你講 他們每個人用毛巾布的齁 幾乎都把球板用成這樣子 我說實在 而且都下面還要這樣子 都還有我屈屈 你知道嗎 鄉林陳說 這樣子是最好打的 你知道嗎 喔 要洗我每次看到那個 不行 欸 下面留言 好不好 對 如果 毛巾流秋秋 打流蘇四四四四四 好嗎 我每一天 下面都一直都一直四四四 OK 流蘇四四四四 好像每個人都一定要 等一下這樣有沒有 阿子有看到嗎 有啊 等一下這樣 這樣這樣才是比較好握的 好那看完握布的選擇之後呢 我們什麼時候 要來更換握法布呢 第一個方法 用眼睛看 眼睛看呢 就很明顯 這條握法布原本是什麼 白色什麼對不對 很白很純白 可是你看這個有點 髒髒的對不對 稍微有點髒髒的 我等一下再拿另外一支眼睛看 好不好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 這個呢 一看就知道 很耳髮對不對阿德 該更換了 這個你看 你看上面很新鮮有沒有 上面 毛茸茸的很新鮮有沒有 等一下用細照給大家看一下 上面是亮亮的 上面亮亮的 下面 味道嘴裡現在就上來了 OK 可是我跟你講 他們那些 鄉民傳說 看影球面的長姿勢 他們那些喜歡用握把 那個毛巾毛部分 他們都是要用手汗有沒有 弄的那樣子 有一個河裡 有一個記號在那邊 你知道 繞汗在上面 你知道嗎阿澤 然後就會有一個手的形狀 你知道嗎 他們很喜歡那樣子 他們很喜歡 上面一定要有那個號碼 然後如果剛換他們還不喜歡 他們要用水 稍微沾一下 然後這樣子 我真的不能接受 應該是說 剛換好的話 會比較滑一點 會比較滑一點 他們不喜歡 他們都要散一下 我跟你講 千萬不要去輕易嘗試 千萬不要輕易嘗試 欸 下金魚好不好 不要輕易嘗試 切勿以聲勢 那個王軍瓦布 不要用的 你覺得會直接溫倒 跟廣製的襪子一樣 那 很明顯 顏色上面就是會有差異 新的跟舊的 很明顯 這個人就是喜歡握後面的 所以呢 黑色的 你只要變髒了 就可以更換 我自己本身啊 就是會用直接更換 那 如果在另外的人說 欸 朱教練 啊我如果用黑色瓦布呢 我哪看得出來顏色 對不對 蠻多人會選擇黑色 對 所以因為他不想換瓦布 我就懶了 所以你看到用黑色瓦布的人 趕快遠離他 也千萬不要跟他握手 現在疫情實在夭壽 我看到黑色瓦布 趕快跑走 我都不喜歡跟黑色瓦布的人打球 好從第一個 顏色外觀來分享 來看的話 第二個呢 要看什麼 看這個瓦布呢 毛巾瓦布很明顯 他一開始來了之後很新鮮 很輕易 就是會毛濃濃的 軟軟的 好臭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 他就會黑黑的 然後扁扁的 硬硬的 就不會 你看這邊毛巾瓦 這邊就扁扁硬的 這就很明顯 你的握把布已經開始在退化了 OK 再來呢 皮膚握把布怎麼看呢 第一從顏色 第二個呢 其實上面會有一些 破洞 有時候你的手指頭 會比較粗糙一點的 握久了 摩擦久了 它會有一些小破洞 這我們再附上照片給大家看 你就知道你的握把布 其實應該要更換了 好那如果你前兩種方法都試完之後 發現你該更換握把布了 我現在教你一個非常省錢的做法 但我自己不會這樣做 但是毛巾的握把布的使用者 常常會這樣使用 看你球密碼長知識啦 那當你發現你的握把布已經 剛剛扁扁了 對阿哲 我們希望他的握把布會怎樣 變比較鬆一點 變得毛絨絨鬆鬆的 OK 來 拿出剪刀 每個人都會有這個東西吧 對阿哲 每個人的球袋幾乎都會有 對不對 把剪刀打開 OK 然後呢 這感覺會噴出很多 輕輕的這樣刮就好 就輕輕的刮就好 好 我要拿遠一點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 有看到那個粉一直在噴出來 你好燙咧 OK嗎 好恐怖阿哲 他是瞬間變成了毛絨的樣子 你只要用你的剪刀輕輕的這樣刮一下就好 然後我教你們一個可以更毛絨絨的方法 去買印章刷 你知道嗎阿哲 印章刷 欸小學我們在練球的時候啊 學長啊 很多都用這個握把布你知道嗎 然後我每次看到他那邊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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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超遠的 OK要燙咧 對 就這樣子刮一刮 就好了 然後咧 PV我把布 來我們可以看一下顏色 對吧阿哲 你看這顏色是不是就有差別了對不對 下面的就比較深色對不對 上面的就比較白的對不對 OK 那我自己啦 我自己就是 顏色我為什麼會喜歡用白色我把布 因為顏色髒毛我就會換了 我才不會等他什麼破掉再換 沒有 顏色髒毛我就換了 受不了了 好噁心 我就把它換掉了 我是這樣子啦 OK 那PV瓦布呢也可以用這個方法 就拿出剪刀呢 沒有啦 我不是 其實PV瓦布有一個非常省錢的方法 你知道阿哲 如果呢你是真的這麼省錢的人的話呢 我教你一招 就是呢 你看到瓦布拆下來是不是都會 有兩層顏色都對阿哲 你知道嗎 這個方法我是 看到的時候我也很傻眼 怎麼會有人用這種方法 有兩層顏色很明顯對不對 有看到嗎 有看到嗎對不對 一黑一白嘛對不對 有些人就會用反向的把它纏回去 反向 逆向的 就變成 另外一個方向 然後往上纏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怎麼纏 反正就是把 原本黑色的地方蓋住 然後白色的地方露出來 應該是 用左手纏嘛 反正是右手纏 那邊換左手纏對不對 對 就變成立方向吧 我試看看 對他們是用左邊纏的 沒錯 所以你要變成會用 左右手纏瓦瓦布 對不對 你本來用右手纏的話 變換左手纏 OK 所以就會變成 白色的地方呢 照樣露出來 黑色的地方呢 又被蓋住了 OK 這是一個非常省錢的做法 但是基於衛生問題呢 我通常就是 超噁的 但是這條瓦瓦布 欸欸欸欸欸 沒有沒有沒有等一下 其實這條瓦瓦布還有一點功用 你知道嗎阿哲 做你球拍的屁股 對做我屁股問你 粉絲呢 他們需要的屁股呢 都是用我的原味瓦布做的喔 好看完 外觀顏色 然後破洞 然後把它弄乾淨之後 用省錢的方法之後 還有一個新的瓦布 但 其實讓我更換瓦瓦布的時間點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阿哲 你知道什麼嗎 就是它的觸感 手感 我跟你講 選手都非常注重手感 你的手感只要一丁點跑掉 這個屁股呢 只要多一點點或少一點點 我都感覺出來 像我這次的屁股 我好像就有點殘太瘦 我就覺得 嗯這個不是我的胃口 然後就算 剛剛那條瓦瓦布 其實我有點捨不得換掉 因為我 我那時候用那個握把布 打的比賽的手感 還打得不錯咧 其實我有時候在比賽之前 我會選擇換握把布 有些人會不喜歡畫瓦瓦布 有些人會喜歡畫我 像我是 我喜歡在比賽之前 把握把布換掉了 因為我覺得握把布 剛換好的時候 那個感覺是很好的 那個搖手的感覺我很喜歡 但我是剛好跟你相反 你不太喜歡搖手的感覺 不是 你不喜歡在賽前之後 臨時更改手感 對不對 所以 手感呢 有時候我在發力 會發現會滑掉的時候 我就知道 有時候發現自己打球 打不好的時候 趕快把握把布換掉 用一個藉口說 我怕你握把布 沒有好用啦 用不好啦 對 拆不哭哭啦 所以今天打不好 所以是握把布的問題 還多一個可以找輸球的藉口 對不對 OK 好 第三個就是手感 就像我剛才說的 有些人 在握毛巾握把布的人 他們會希望說 有一個記號在那裡 他們 我都不敢握這個 他們握把布 他們希望有一個記號在那邊 你看 這邊有個凹痕 這個酸門我在反手拍的位置 OK 所以就是手感 最主要會讓我更換握把布的原因 可能會在手感 如果手感不對了 我就知道我應該換握把布了 好啦 最後一個當然是最重要的衛生問題 OK 那你不要神經病拿那個酒精去噴你的握把布耶 沒有意義好不好 OK 衛生問題可能是你打完球每次都會流手汗 所以呢 它多多少少 尤其夏天的時候最明顯 它上面一定會激一點 汗在上面 所以久了又悶在球袋裡面 會稍微有一點 所以呢 基於衛生問題的話 我自己覺得大概兩個禮拜到三個禮拜 就要換一次握把布了 說實在啊 一個禮拜打一兩天球的人 我覺得兩到三個禮拜就要換一次了 一個禮拜換一條 大概是三個禮拜換一次 對啊對啊對啊 那毛巾的人 通常我看到毛巾的人都很少看過毛巾 除非那個人流汗流的非常誇張 他會流到整個毛巾毛巾都撕掉了 他就會直接拆掉換掉 我有看到那種人打一場球 夏天的時候打一場球 打完下來趕快把握把布拆掉 再換一條新的上去 噢 噢 好猛喔 那個手要怎樣水龍頭開關是不是 開 關 開關 好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對 要不要換握把布的講解啦 這也是我們要不要系列新的一集 那如果呢 你們對要不要系列還有什麼建議的話呢 歡迎在影片上留言說 要不要穿羽球鞋啊 要不要怎樣啊 要不要怎樣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盡量留羽球相關知識就好 不要不要留那個有的沒有的 OK 好不好 那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追蹤我們的IG 還有到我們的臉書 粉絲專頁點讚 那如果呢你真的很愛我們的話呢 加入我們的會員 抽球拍給你 下面有超級感謝 有點讚 有分享 所以咧我跟你講 以後呢 記得遠離那種黑色瓦布的 阿正我今天這樣講你有沒有頓悟了 我跟你講客人來 如果他瓦布髒就算你還看得到 你還防守的了 對不對 如果他拿黑色瓦布來 你敢防守啊 你會這樣 喔黑色瓦 對不對 其實還好啦 主要就是 有時候 味道還蠻重的 味道折一下就上來了 好啦 不要再用黑色瓦布了 掰掰